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虚怀公 不过而而 陛下 大剑离路 过了 林先生 小齐啊 今日也入宫了 你那师兄的徒弟小王道长 也入了天启 还帮了我一个小忙呢 先生入宫 苦的却是我 还得装模作样地来这里打一场 你们那个皇帝想杀我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 所以我来了 我怕你疯了 把皇帝杀了 对 退 退下吧 干嘛呀 缘得太过了吧 陛下 国师那路也过了 国师那路也过了 我觉得天下就是一个 能够供少年们征伐的地方 那么现在呢 现在我想明白了 天下 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征伐的所在 因为那是许多活生生的人 努力生活的地方 那你的志向呢 守护天下 是 走出这一步 你的雷门可就真的回不去了 那就不回去了 你不想牵连雷门 所以故意无视门规 让雷门驱逐你 你不想连磊妻女 所以让你的女儿随母性 要是遇到了什么万一 背后至少还有一个剑星种陈妖 可是梦莎 陈大适者 无不彻底割绝过往 你呀 还差得很远哪 你 不回来了吗 你也死了 我说了老半天你到现在才明白啊 就你这样的人还想守护天下呀 我告诉你 守护天下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 你和若丰若想取得这份资格 势必要经过一番苦战 你们呀 不要半徒死了 定不复 先生所望 已经复了 我之所望 就是弟子们能纵情江湖 肆意而活 好 天下什么的 太沉重了 你不负自己所望就行了 雷公子 许久没来听曲儿了 没有顾公子没来的时间久 没有多久是多久啊 那其实也没有太久 好喝啊 好像有杀气 萨 萨萨 小小年纪 不需要 我 我是无辜的 好 夫人 对呀 百里东君你小小年纪不学好 让你别来这种地方你偏来 我都说我不来了 你非带我来 死了硬拽把我拽进来 怎么样 现在满足了吧 开心了吧 师兄就不是一个 能来这样地方的人 你还要不要脸啊 别说 夫人 我们回家 回我们温暖的家 雷公子打算下次 什么时候来啊 不来了 这辈子不可能来了 就是小师弟让我来 我也不来了 走 小师弟 趁年轻好好享受吧 好时光 不多了 师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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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娘子 娘子 我错了 我错了 没想到半年不见 你经历这么丰富 没有你的跌宕起伏 你昨晚 如何呀 你怎么也这样 小小年纪不学好 司空招风 你有点良心 昨天因为你和雷师兄 我都被人污蔑了 还跟你失职吵了一架 容易吗我 他呀 昨天只是找我过去叙叙话 把我认成了儿时的一个哥哥而已 听你这语气 挺失落的呀 我有什么好失落的 因为随口吹的一支曲子 结识了千金难买一面的大美人 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我 我有什么好失落的 好 你不失落 那你到底是不是他哥哥呀 我怎么知道 我又记不起以前的事情 也是 你跟我说过 你失忆了 我也没有刻意想过 要真的仔细地想 好像此前的人生 都是一片空白 看来你是真的 什么都不记得了 思考长风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不知道你的来处 但你却和他会同一支曲子 这说明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干吗 万一你真是他的哥哥呢 万一他弹这支曲子 就是为了等他的哥哥出现呢 百花楼里那么多客人 是天启的 不是天启的 有钱的 没钱的 为何就你偏偏听过呢 你一点都不着急 他那么受欢迎 错过了 可就真的错过了 可我真的是记不起来了 哎 东兄 往事不可追 我和他 或许还有未来吧 行吧行吧 听说李长生 要离开天启城 没有李长生的天启城 你要强行带走一个人 虽然要付出代价 但也不算难 我自己去 从小到大 你都是那么聚 光凭你自己 就算你有实力 心爱的姑娘 怕是遭遗嫁给他人 怕是遭遗嫁给他人 师父 我想令魔仙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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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